怪手電鑽不斷敲打 別墅後方角落已經被打掉一大塊 才剛興建的獨棟小別墅 被這樣一挖 幾乎全毀 好的 前面這一堆都是合法的 我們建筆在不上 我們可以旁邊 旁邊還是可以做地 可以想辦法 補角 建築書跟我們抬 建築書跟我們抬 要印度 屋主不經哽咽 後資幾千萬的房子 就這樣化為烏有 基隆中山區自棟獨棟別墅 因為建幣率不夠 導致五瓶建築屬於違建 還有後方擋土牆 佔用國有地遭人檢舉 檢方調查後進行拆除 9號上午遭到怪手 硬生生削掉一大半 很奇怪 就很奇怪 好像有針對性 是沒有錯 違建是沒有錯的 可是他要 因為他前面是合法 他自己要拆 也不行 我們這樣還是有一件違建的部分 只是說我們想說 也沒有看過有違建 做這樣的拆除方法 那是不是以後都要一兵辦理嗎 我們都自己怕 屋主帶領記者進入後方為建地 從一樓到三樓地板 都已經自行挖除 本想可以用租立方式來轉環 但卻還是強行拆除 因為這個案子是地點史的案子 然後再加上檢舉案 檢舉會很嚴重 加上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進到柏林地 所以說這個案子 才會那麼棘手 而且也出頂了好幾次 那個查報比較慢一點 如今已經用怪手拆除 也無法合法化 因為五平違建 就這樣毀了一棟房子 也讓屋主欲哭無淚 記者朱丁榮 曹家仁 基隆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選擢 長yin 滅 很 Gmail 趁丁知